近年又流行踩板 但想玩得安全就要小心選滑板 消委會測試了市面上16款滑板 有10款未能通過模擬跳躍著地的跌落測試 其中5款的續成在測試後出現破裂 而另外5款連板都裂了 有5款結構不安全 例如滑板的螺絲超出版身 達出的螺絲會增加在使用滑板時受傷的風險 海關回覆已經作出跟進 那些產品在市面上已經停止供應 消委會建議減滑板時應該留意包裝上的資訊 以及檢視產品的安全度 並在使用時再次檢查滑板的結構 而無論是初學者或資深運動員 都建議佩戴防護裝備 減低受傷的機會